根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 今年來台的國際旅客人數約600萬人次 創下一核新高 其中約有兩成是穆斯林旅客 觀傳局持續辦理穆斯林友善環境輔導 特別和便利商店合作 首創在北市熱門景點商圈與交通樞紐周邊 如台北101國父紀念館台北車站等 共八間店鋪設置穆斯林友善商品專區 讓穆斯林旅客與景點遊覽時 究竟選購友善商品 來的客人他們就是說要找到這樣子 那個哈拉的餐飲這些的話 就是也是比較不方便的 如果在這邊101這邊提供的話 讓遊客這些很容易的可以 就是吃到哈拉的東西這樣子 平常的話就是在外面來講的話 要找到這個穆斯林的產品的話是只有找素食 大部分會找素食去吃這樣子 也是要找它的成分 要看那個成分 看成分就是說有沒有這個 不是哈拉的東西就是穆斯林可以吃的成分的東西 要看這些像我們買麵包啊 也是會就是要看一下它的成分 大部分就會選擇一些比較就是說全素的或是淡奶素的東西去吃 但是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還是有一些疑慮就是說怕有一些東西碰到一些穆斯林不能吃的東西這樣 這個商品專區裡面的不管是點心飲品甚至泡麵等等 它都是經過我們中國回教協會啊來嚴厲的檢驗跟檢視 相關的成分都符合我們的教育要求 所以我們在友善穆斯林的環境部分啊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我在這裡也要再次的感謝我們全家便利商店所限的響應 並且除了目前推出這八個店之外呢 後面還會繼續大力的來推出其他的點 那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感謝全家便利商店 當然也要跟各位在場的好朋友們 穆斯林好朋友們來這個報告 就希望大家我們這個便利商店的友善商品專區推出只是一個起點 未來會繼續來努力 所以請大家來告訴在國外的親友 台北市政府在友善穆斯林環境部分的努力跟用心 所以歡迎大家能夠邀請親友到台北來旅遊 那我想台北市政府也會在各位的這個支持跟鼓勵之下 持續來發展各個景點 讓穆斯林友善環境在台北更加的普及 國際旅客在今年在台灣這邊的一個國際旅客裡面 應該超過大概有兩成的部分 會是在我們的穆斯林的一些朋友們 那台北市公安局其實在近年一直在推動穆斯林友善的環境 那也在這個友善環境的過程裡面 也讓台北市的這一個不管是設施景點 還是在旅館的這一個數量 他是在全台灣的第一名 那所以我們在全家便利商店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貼近在我們消費生活通路裡面 最貼近現場的一個打造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也特別來參與這樣的一個盛大的一個活動 那穆斯林的這一個專區裡面 其實我們這一次總共有八個點 那在這一個商品裡面 我們結合在台灣目前超過十個那個廠商的一個部分的一些商品 那希望這樣的打造出來 至少目前有五十項以上的這樣的一個商品 可以提供給我們穆斯林朋友有更安全安心的這樣的一個 那個吃的飲食上面的一個保證 觀衆局持續推動穆斯林友善環境輔導 今年首度或國際知名穆斯林旅遊推廣公司 新月平等頒發最有潛力穆斯林友善旅遊目的地城市獎 可見國際對北市推動穆斯林友善環境成果的肯定 台北市也是最早舉辦大型開災節活動的 我們今年的開災節活動辦的也是全國最大的 那我們期待全國的穆斯林朋友 在台灣的穆斯林朋友都可以到台北來參加開災節活動 我們明年依舊會繼續來擴大辦理 那我們在今年得到新月平等 也就是最有潛力的穆斯林友善旅遊目的地獎 非非自然組織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獎項可以說是台灣首次來獲得 那當然這樣也是因為我們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國際對我們穆斯林友善環境 努力成果的一個肯定 那我們當然這是一個起點 我們會持續的努力精進 讓這些點位能夠更多 包括便利商店 包括旅宿 包括景點等等的 我們都會全面來落實穆斯林友善環境 期待台北市成為不只是台灣的典範 也成為全世界非穆斯林地區的 非伊斯蘭地區或穆斯林地區的一個典範 這次參與穆斯林購物專區的便利商店 在中國回教協會的指導下 每項商品主義認證 提供穆斯林朋友食品安心的保證 未來也希望擴大商品數量 期待更多廠商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加入 記者汪君 台北報導 三 二 二 三